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情地拒绝你 当女神真心想跟你发展关系时 她肯定会给你信号 让你能够及时明白她的心思 这个时候女人早就认定你了 内心里已经做好了和你在一起的打算 表现得非常真诚 只要你对她主动 她一般都不会拒绝 可我跟你确定关系 她就会给你更多的机会 所以男神要用心去观察女人的暗示 当她对你不拒绝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等你来追求和表白 如果你迟迟不行动 女人反而会有些失落 觉得你不重视她 对你的好感也会随之下降 这就需要男神及时明确女人的暗示 积极行动 这样才能快速和女神开启一段亲密的关系 说到底 一个女神深爱你的信号 接受你的两个要求 一 接受你来照顾她的生活 在感情上配合你 当女人真心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就会懂得让出主动权 在感情上完全配合你 跟你相处 她会一切以你为中心 把你当成最重要的神 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你 因此 你来照顾她的生活 她不会拒绝 而是开心地接受你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里的温暖 就算两个人没有确定关系 但在她心里 早就把你当成了亲密的爱人 她什么都会听你的 你越关心和体贴她 她就会越坚定地爱着你 跟你走入爱情 女神真正动情了 她会主动放下一切戒备 肯跟你一起去生活 早就把你当成老公的角色了 比如你平时有什么习惯 她不会介意 反而努力迎合你 跟你保持步调一致 再比如你主动来帮她解决困难 为她做很多生活中的小事 她都会欣然接受 从来不会拒绝你 其实这就是女人在暗示你 想真正和你成为伴侣 这样就可以长期生活在一起了 而且你有什么意见 或者对她的生活 有什么好的建议 她都会采纳 听从你的安排 这就是女神 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你了 你想怎么来跟她维持生活 她都会默许 就算两个人在生活中 发生了不愉快 她也不会像别的女神那样 无力取闹 而是积极跟你沟通 以便于及时解决问题 消除误会 一个女神让你来照顾她的生活 在感情里完全配合你 就是按时和你深入交往 发展更加亲密的关系 男人千万别错过 二 接受你的一切亲密举动 一辈子都托付给你了 在感情里 女人的爱 从来不会停留在表面 而是落实在了行动里 她没有明说 但她的举动 早就暗示对你动情了 这样的女人 早就深思熟虑 想过双方的关系 她最终认定你以后 就会主动放下矜持和顾虑 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你 现实中 有些女人嘴上说爱你 但从来没有让你靠近过 甚至连牵手都拒绝你 其实这就是不爱 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心里反而比你 更加渴望肢体上的接触 若是关系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没有大胆行动 她还会主动来靠近你 比如女人想跟你牵手的时候 你没有主动 她会故意把手 放在你可以触及的地方 或者跟你一起散步的时候 她会故意紧挨着你 故意用手去碰你的手 这就是爱你的表现 所以从亲密的角度来讲 一个女人真的想跟你深入交往 她就会给你肢体接触的机会 真正的喜欢是藏不住的 女人能够坦然接受你的一切亲密举动 就是暗示你 可以发展更加亲密的关系 比如你主动提出想拥抱她 她自然不会拒绝你 而是很激动地接纳你 投入你的怀抱之中 或者你趁她不注意 给了她一个甜蜜的吻 她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很浪漫 对你更加深情了 虽然她嘴上会说你真坏 其实心里却甜滋滋的 恨不得你多来几次这种举动 因此 当一个女人接受你的一切亲密行为 敢跟你发生肢体接触 说明她把一辈子都托付给你了 男人遇到了这样的女人 一定要用心去同系 她把你当成了最重要的伴侣 你就不要公负她的一片深情 女神真正对一个男人动了真情 她就会心甘情愿付出 接受男人的一切关爱和嗜好 在交往的过程中 她早就把你当成了老公的角色 希望有一天真正和你从恋爱做到结婚 这样的女神付出了真心 对你毫无保留 只要你用心去疼惜她 相信她一辈子都离不开你 一个女神爱你最直接的证明 无非就是为爱奉献 甘愿把自己交付给你 正如刘勇所说 一大健宽终不悔 唯一消得人憔悴 希望男神加倍疼惜那个 深爱你的女神 给她最好的幸福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呢 感谢大家的观看